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歡迎大家又來到華山論世節目 今天又是和劉蘭昌卿在這跟大家分析世界形勢 我們拍了第一百集 第一百集《華山論世》 世界又不是沒有打仗 到現在正在打仗 你都想不到這麼多事情發生了 基本上一百集都猜得很對 對呀 形勢都猜得很對 大形勢我們沒有錯 細形勢都很少說 講來講去都是那幾樣東西 因為主要的問題 都是離不開中美 台海 俄烏 這些大問題 始終我相信 未來都是這幾個問題 八年大變局的幾個焦點問題 都是這裏的 不過今天我們又拉回來 又講講俄烏戰爭 已經六個月了 有多了 這個禮拜傳來消息說 烏克蘭軍大舉反攻 大反攻 大反攻 究竟是真不是真呢 他反攻是怎樣 我也有興趣 當然這些內情是怎樣 大家不知道 但是很特別的地方 有一個在英國泰晤士電台 有一個英國的總參謀長 前總參謀長 這個就是單納分長 Lord Richard Dannert 剛剛做了一個訪問 他的說法就是 俄國一定的 這個烏克蘭是沒有辦法可以取勝 政治不正確 不是不是 他不是說政治正確 但是他的說法就是很清楚 他就說 兩國的國力懸殊 你是沒有可能可以打得贏俄國 我們稍後慢慢再分析一下其他事情 但是他說了這件事之後 過了幾個陣間 然後又大反攻 你怎樣看 現在看兩方面的消息 烏克蘭就說有進展 包括美國和整個歐洲的消息 都說題目是大反攻 但實際上的戰果是有進展 包括拿了六個村莊 包括打了幾個彈藥庫 炸了一條橋 那些橋 其實現在一炸了 就馬上又收回好 因為現在現代的修理技術好 因為你挖個洞 就電一塊鋼板下去 馬上就沒事了 這個俄軍方面 到昨天為止 消滅了烏軍1,200人 這次反攻就挫敗 各說各話 但實際上 你可以看到 所謂的大反攻其實是沒有的 就是說你拿了幾個村莊 現在這幾個村莊 是否佔領 還未知數 因為沒有真實 看起來 美國和歐洲的報道 因為它是站在烏克蘭那邊 一般會稍為誇大一些 但實際上 美國和歐洲的報道 都是很低調 其實我自己的看法就是 如果大家記得二次世界大戰 即是盟軍打到德國 一直進攻的時候 記不記得希特拉 曾經做了Battle of the Bouch 即是叫做坦克大會戰 是出戲了 當時出現什麼呢 就是出現了 德國有些叫Tiger Tank 即是老虎坦克 最厲害的 最大架的 躲在森林上 突然間反攻美軍 當時覺得 我一反攻 打贏了之後 就會和美國和英國和盟軍 簽下和約 西面就沒有戰爭 我就可以走去打蘇聯 這個是最好的做法 最初 正正李公所說 有進展 為什麼有進展呢 因為那幾天 就是完全天氣陰霾 好大霧 盟軍軍機完全開不了 所以德軍就進攻打得很好 贏得很漂亮 但你上不到過幾天之後 接著德軍就被人掃了 即是輸了 輸完那場之後 唯有退回到德國 慢慢慢慢就被人打 這一次我自己的感覺就是 英美和歐洲很可能 很迫扎林斯基 去表現 我給了這麼多東西 你也要做一場好戲給我看看 那麼 扎林斯基 又跑去跟軍人說 就說 喂 我給了這麼多軍器 你們要做一下 但問題就是 烏克蘭還有多少軍力呢 記住一件事 你不是說有美軍 有波蘭 有德軍 有法軍 就去幫他 就是只有你那幫人 也都說 就是 不少的烏克蘭的人 去了英國是受訓的 數以百計 如果你計一計 你的精銳部隊 在開戰那段時間 死的死 傷的傷 剩下的那些 還有多少人呢 手呢 就永遠比攻 手呢 就是你全部保護 躲起來 攻呢 你就真的要冒險 你說 俄國就說自己殺了千二個烏克蘭軍隊 你告訴我 你可以捱得多久呢 實際上 如果是從這個 扎連斯基的宣傳來說 所謂一個大反攻 他的設定的戰略目標 就是要攻陷系從 在這個 低烈百合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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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比俄羅斯 佔領的一個重要的城市 他一定要拿到這個城市 拿回來 就可以叫做一個大的勝利 但實際上 你便變成 六條村莊 如果他拿下 你便要打一場攻堅戰 是的 烏克蘭有沒有這個部隊 有沒有這個軍力 所以你現在看起來 實際上 他所做的事 就是用美國比企的M77 凱瑪斯這些 炮攻一下俄軍的陣地 他先說六個村莊 六個村莊還不是俄羅斯的正規軍在手 是當地的親俄羅斯的武裝在手 實際上都是弱的弱的 現在不是說我一死守 甚麼都不准退 打到近來我就退 我遲早就打回頭 實際上 會有進退 如果這次烏克蘭能夠攻陷修復契 就真的可以說是一個大的勝利 甚至是一個轉折 對於普擊來說 就非常刁面 因為本來就是第三階段的戰役 俄軍應該從軍事來說 應該南亞拿了奧德薩 拿了奧德薩之後 在軍事上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戰略意義 就是整個烏克蘭變成一個來陸國家 你就沒有了海港 對於你守黑利米亞 你守護你的黑海艦隊 現在黑海艦隊 經常被烏克蘭射兩支導彈 一會射兩支導彈 打到他們都躲得很遠 如果是奧德薩 你整個黑海都是來的 黑利米亞是來的 這個南部戰線非常鞏固 如果在政治上說 我想普京為什麼不打奧德薩 如果在政治上說 可能他真的想幫烏克蘭和談 出了一個糧食協議 就留一條路給烏克蘭和談 另外如果從軍事角度來說 可能普京和俄羅斯的軍力真的不夠 他現在都說了他自己增兵 要增十幾萬軍人 要增十幾萬軍人 老實說 如果我打持久戰 我當然會慢慢增強我的兵力 然後我才去攻 老實說 你有什麼力量打我 是我打你而已 所以現在你看起來 目前俄軍第三階段 是處於一個膠著狀態 沒有一個很重大的進展 現在在顧守夏宇松 我自己覺得 現在實際上是打烏東烏西的一條沙八線 因為夏宇松在帝裂百合上 我覺得從地理來說 未來烏東和烏西可能是以帝裂百合為界 分為兩個地方 未來很多短期反覆的戰爭 爭奪戰圍圍繞著帝裂百合打 所以這場鶴耳松的戰爭 其實都是有一些標誌性的 象徵性的意義 大家可能都記得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在電視上看到 香港就少了 有沒有怎麼播 Boris Johnson最近去了一次 烏克蘭見習林斯基 他們聊什麼呢 不知道他們兩個聊什麼 你問我 我會覺得第一就是拿回一些彩 我支持你 英國支持你 好東西 又跟將領去握手 但其中另外一件事 可能他也是 叫習林斯基 你表演一些角色 我們支持你這麼多 你都給我們看看 給全世界 給歐盟 給美國人看看 你打得 有得砌一下 你不可能不斷死手 這一刻 如果習林斯基 叫到自己的軍隊 去最後一擊大反攻 但如果你反攻贏 你當然好 就算你拿回重陣 誰告訴你 我又不會再打你 其實你老實說 去到一個階段 我覺得 俄國就擺明 在這個位置 我停一停 等一等 和不和談 不和談 我又再儲軍力 我再運很多軍火去到 又再打你 你老實說 長打 你一定輸 你無得贏 從軍事角度來說 現在普京 作為一個手勢 你來攻 其實普京有好處 有好處 因為你進攻 雙貌會很大 你又不是很有戰鬥能力去進攻 你實際上是一種散兵游泳式的 蘇赫康尼式的進攻 在軍事上是沒有什麼用 反而俄軍在守 你來多少便消滅多少 你始終想 其實戰爭是一場經濟的遊戲 大家打錢 現在看看 烏克蘭的經濟如何 預計 今年整個經濟倒縮41% 換句話說 基本上 你不見了四成多 你的經濟結構沒有了 現在37% 大家計一條數 世界銀行 說出來 這個是可能的數字 都是早前一點的數字 烏克蘭 還持有31億元的儲備 5月 它減了4億元 6月就減了6億元 即是我們計一條數 即是一個月 它會使用兩錶 如果只有31億元的話 你計一條數 你去到年比 差不多用完 另外一個最重要的東西 就是現在歐盟 即是說美國 即是換助烏克蘭 主要是做什麼呢 是軍火上的支援 但是大家會說 沒有所謂 你軍火我就用 其實不是 因為歐盟的報道說出來 每收100元的換助 只有18元 是正式的換助 即是grants 即是給你的 即是不用還的 不用還的 82元是你要還的 那你告訴我 你大部分的穀物 九成的穀物 那些不值錢 出不了 那些最大的 這個烏克蘭 战前是有兩樣東西 是最大的 就是向外輸出的貨品 第一就是穀物 第二就是擴產 擴產 擴產最大的 那兩個工廠 都在Marioppo 都已經在俄軍手中 你現在另外那些穀物 基本上你都出不了 如果你這樣看的時候 你沒有收入 你支出很多 別人借錢給你 就是給你軍器 人都不給 即不是這樣給你錢 那你告訴我 你還有多少打呢 第二件事更重要 就是直到今天為止 即數字當時有些時間的分別 去到現在 有說法就說 有850萬的烏克蘭人 至到大概1100萬的烏克蘭人 已經離開了烏克蘭 即是走到其他地方 但其實最大的分別是甚麼 他們去了波蘭 去了甚麼呢 原來他們繼續用回 他們自己烏克蘭銀行的存款 即是還可以提到錢 即是按機按到 換句話說 你的外匯好 你的銀行的錢 繼續是這千多萬人在用 另外 那些全部是婦孺 因為年紀大一點 男人不准走 那些男人 打工那些 繼續要支持家人 那你告訴我 即是你所有的外匯 是不是在走 你還有多少錢 烏克蘭就不斷印錢 所以它的通脹是非常非常高 你沒有糧食 有貴 各種都沒有 那你告訴我 國國拖多你六個月 拖多你一年 到冬天 你為甚麼呢 這個冬天很難過 現在最主要 歐洲都難過 油價貴 電價貴 它對烏克蘭的政治態度會改變 實際上 現在整個歐洲 是希望停戰 希望不要打了 整個就是 很多東西 恢復原樣 即是 你實際上 整個歐洲 是要用俄羅斯的能源 你說要制裁 實際上有沒有制裁下去 反而使自己的能源價格 不斷地飆升 成幾倍幾倍地上升 實際上 很現實的問題 這場仗 再怎樣打下去 再打下去 對歐洲有甚麼利益 可能現在美國 總體上 美國還是得利的 但美國也有不著數的地方 同樣有通脹的地方 美國最不著數的 實際上 你支持的一場仗 還未打得贏 所以他們一定要反攻 習連斯基一定會無法反攻 習連斯基自女 τον本 趴薙拉斯基迫至將軍後執悸 抵找中國軍力 知道自己只有一百人 為何打 1,000人 明顯卡牌力不夠 這場仗 到目前為止 就是成為一場政治仗 再打下去 這個冬天 可能會見一場初步分秒 剛才提到英國的特朗丹利、陸軍總司令 亦說了一句很重要 烏克蘭將軍將領應該跟澤林斯基說一句 我們是贏得這場仗的 你應該尋找一個政治的解決方法 這是體立的 究竟是誰將軍夠膽向澤林斯基說一句話 大家記得德國的時候 德國最害怕的是希特拉 誰人夠膽告訴希特拉 打到門口就說我們反攻 他們打得貴 是否這樣我們不知 不過老實說到烏克蘭和俄國戰士 平下來平靜下來 大家可能這個世界都有些好日子過 是否這樣 我們大願如此 OK 今天講到這裡為止 OK 拜拜 拜拜 喜歡我們影片的朋友 記得留言讚好分享出去 支持和訂閱HKG部幫我出聲頻道 按這個小鈴鐺 那就不會錯過我們任何一條新片了 我說了 明白 包括